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 在这样一个时刻 依旧能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 保守我们能够渴望你的话语 保守我们能够在团结当中 享受你赐个无一切的风度与美好 天父上帝求你特别纪念保守 我们在世界各地 那些在病痛中患难的人们 求你大能的手医治他们 求你按照你美善的旨意 按照你的时间 止息这场瘟疫 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 你所保守的这样一个幸福的生活当中 天父我们相信这一切 有你背后的美意 因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都有你背后的掌管 就如同我们面对旧约的圣经当中 看到了神如何掌管 以色列整个的历史 他也今天如何掌管我们 今天的生命生活 和以后我们的将来 天父就求你保守我们 在这样一个时刻不灰心不丧胆 借着每一天亲近你 是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在这个地上 知道我们这一群得救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 我们已经在他的面前 能够得享你赐给我们永恒的安息 永远的生命 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 将这大好的福音传递出来 传递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如今借着这样一个网络 社交平台 也能帮助我们接触更多的人 使你的福音得到广传 天父再一次感谢你 求你深保守我们下面崇拜的每一项进程 无论我们的诗歌赞美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敬拜都在你的面前 求你特别的恩待我们 以至于让我们有一颗欢喜快乐的心 求你深保守 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 天父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 求你保守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 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体验到 能够经历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天父再一次感谢你 求你深吹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我们的祷告 奉过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命而求 Amen 各位姐妹 现在我们一同来到神话语的面前 今天开始我们一同思考新的书卷 就是萨摩尔纪上 那么这个这卷历史书卷 在以色列历史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那么我们也借这个书卷 继续思考 我们如何做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和神心意的仆人 无论我们的角色如何 都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看到他的心意 他的指引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 萨摩尔纪上的第一章第一节 一直到萨摩尔纪上第二章的第十一节 经文比较长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慢慢的 在神的话语面前 去一起聆听他的话语 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 在下面的讲道当中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体验神的旨意 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读经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萨摩尔纪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读经 一章一节 以法连山地 拉玛索菲 有一个以法连人 名叫以利加拿 是苏福的玄孙 托户的曾孙 以利户的孙子 耶路汉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 一名哈拿 一名匹尼拿 匹尼拿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世罗 敬拜祭祀万君之耶和华 在那里有里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菲尼哈 当耶和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 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祭肉分给他的妻 匹尼拿和匹尼拿所生的儿女 给哈拿的 却是双份 因为他爱哈拿 无奈耶和华 不使哈拿生育 匹尼拿见耶和华 不使哈拿生育 就做他的对头 大大的激动他 要使他生气 每年上到耶和华店的时候 以利加拿 都以双份给哈拿 匹尼拿仍是激动他 以致他哭泣不吃饭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 你为何哭泣不吃饭 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 还好吗 第一章第九节 他们在室罗吃喝完了 哈拿就站起来 祭司以利在耶和华店的门框旁边 坐在自己的胃上 哈拿犀利愁苦 就痛痛的哭泣 祷告耶和华 许愿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 眷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 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 以利定睛 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默倒 只动嘴唇 不出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 以利对他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 主啊 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清酒浓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多 所以祈求到如今 以利说 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 愿以色列的神 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哈拿说 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妇人走去吃饭 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第十九节 四日清早 他们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救回拉玛 到了家里 以利加拿和其哈拿同房 耶和华顾念哈拿 哈拿就怀孕 日期满足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萨摩尔 说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全家都上世罗去 要向耶和华献年纪 并还所许的愿 哈拿却没有上去 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 我便带他去朝见耶和华 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她丈夫 以利加拿说 就随你的一行吧 可以等儿子断了奶 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于是妇人 在家里如养儿子 直到断了奶 既断了奶 就把孩子带上世罗 到了耶和华的殿 又带了三只公牛 亦依法细面 亦皮带酒 那时孩子还小 载了一只公牛 就领孩子到伊利的面前 夫人说 主啊 我敢在你面前启示 从前在你这里 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 就是我 我祈求 为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 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 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第二章第一节 哈纳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还心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向我们的神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永世的功都已折断 跌倒的人以力量诉邀 素来饱足的 反做仆人求使 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他从尘土中抬举贫寒人 从奋队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得着荣耀的作为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第九节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使恶人在黑暗中 济然不动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与耶和华争敬的 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 以来攻击他 必审判地级的人 将力量赐予 所力的王 高举受高者的脚 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这是上帝的话语 当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呢 再一次来到神话语的面前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 那么借着这段经文 神究竟要透过这个经文 向我们启示怎样的真理 那么求圣灵去帮助我们 一同来理解 思考上帝在这个当中 给我们美好的启示和祝福 我们中国常言一句俗话说 家贫思贤妻 国乱思良相 那么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民族存亡绝蓄的 关键时刻 人们总会呼求一个明君 或者一名良将 来去扭短乾坤 那么这个领袖呢 应该具备以下的条件 他要顺应天意 拥有杰出的才能和特质 另外他还有辅佐在左右的 所谓的忠臣良将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 天时地利和人和 那么时至今日呢 这种观念 依旧在我们的头脑当中 根深蒂固 有的时候这种观念 也会或多或少 有意无意的影响我们的信仰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或称之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否能够始终如一的 坚信上帝的主权 还是有时 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 即便是一个伟大的人 一个属灵的伟人 是不是我们寄托的对象 那么今天的圣经 就在不断地提醒我们 这样一个信息 而撒末尔记 是用以色列人的历史 再次地展示这样一个真理 我们所唯一能够依靠的 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耶和华 他有无限的能力 而且他的能力 有时不可测度 那么我们读撒末尔记 我们首先要去回顾一下 撒末尔记这个纪卷书的历史 我们感谢神 现在我们读经的时候 刚刚读完《试诗记》 那么我们现在 已经应该读到了 撒末尔记的当中 那么纪卷书的历史 可以回溯到公元前的三千年 就是在主前的一五零五年左右 那个时候 以色列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 一个年轻的一个国家 或者称之为一些一个联盟 那么这个时候 距离约书亚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大概已经有二百年了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被称之为世诗时代 那么记载于圣经的世诗记当中 就是这段历史 按照以色列人的圣经 他和我们的圣经有一点不同 那么世诗记之后 紧接着的就是撒末尔记 它中间没有路德记 而世诗记的结束 它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 就清楚的显明了 当时以色列他们的状况 那么这句话 这句圣经是这样说的 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 个人都按己意任意而行 那么这句话呢 在世诗记当中出现了至少四次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我们先大家思考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以色列需要王吗 第二 如果他需要 他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王 那么第三点 就是上帝是否在光顾 以色列人的现状 他是否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他的计划 他的旨意又是什么 我们说以色列 是一个特别的民族 或者一个特别的国家 他们被称之为神的选民 或者在旧业当中 他们也称之为神的儿女 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 他们的祖先的时候 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极其美好的应许 那就是神会亲自引导以色列人 能够进入一个大国 成为一个大国 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而且要通过以色列将神的祝福带到世界 那么神如此应许 神也如此而行 所以在旧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他呼召亚伯拉罕 他的后代以撒 雅各 约瑟 摩西 一直到约书亚 他带领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来到了神的应许之地 他们拥有了地土 神又为他们亲自颁下律法 让他的子民可以遵照而行 所以换句话说 伊和华神 从始至终 就是以色列人的王 所以 这句经文说 以色列人没有王 是人的理解 以色列当时并非没有王 而是不愿意顺服 伊和华神的掌管 他们王是上帝的主权 虽神在内的历史 虽然不断的兴起事实 去保守他们 免受外族的欺压 但只要他们得享太平 他们马上就固态护盟 所以在萨姆尔出生以前 以色列这个民族 已经沦为一个对内 道德非常败坏 敬拜假神 同胞相残 对外饱受 外族欺凌的 这样一个小小的弱教 一个国家 而当时的士师 今天经文的 谈到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以利 那么他已经根本没有能力 去带领和掌管以色列 那么我们以后 读下面的经文 就会看到 他的无能 他对他儿子的纵容 加剧了当时 以色列人的领袖危机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需要一位领袖 需要一位能带领他们 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的这样一位领袖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神要怎样 兴起这样一位领袖 他要如何带领这个领袖 那么整卷的萨姆尔记 我这里包括整卷的 萨姆尔记 其实是萨姆尔记上 和萨姆尔记下 因为在圣经的原始的 记录当中 这是一卷书 他当中记录了神三位领袖 第一位就是萨姆尔 第二位是 扫罗王 第三位是大位 那么这三位王 就向世界展示了上帝的主权 神的计划和神的作为 那么今天我们透过 萨姆尔的出生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看到神的能力 他的作为超乎想象 所以我今天的经文 这个讲到的题目就是 神的能力 何等的难测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讲到的第一点 我的题目就叫前路迷茫 我们先来到经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那么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是这样说的 以法连山区有一个拉玛 有一个拉玛的索菲人 名叫以利加拿 他是苏福的玄孙 托户的曾孙 以利户的孙子 耶路汉的儿子 是以法连人 他有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哈纳 另一个名叫匹尼娜 匹尼娜有孩子 而哈纳却没有孩子 那么我读的这个是新一本 那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开场白 以色列人面临的是什么 是领袖危机 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 谁应该兴起一个领袖 那么从人的眼光来说 起码要兴起一个名门望族 大有能力 大有才干的人 才能在这个时候担当众人 那么这也是当时所有以色列人的期望 而以利加拿是一个寂寂无名之辈 他的祖先 他的故乡 他的出身 都没有丝毫的能够引人注目的地方 那么唯一能够吸引我们的 就是他的家乡 他是以法连人 或者称之为以法他人 那么这个地方属于哪里 属于伯利恒 那么在三个世纪以后 就是三百年以后 这个地方因一个人而赫赫有名 那么这个人是谁 大魏 这是大魏的故乡 因为他是犹大伯利恒 以法他人耶稀的儿子 所以有一位以色列的先知就这样写道 伯利恒的以法他 你在犹大著称中虽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 他的根源自亘古 从太初就有 我们说最终 不但大魏 应验了这个预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也真正的成就了这个预言 在这里我要停下了 我们读旧约不能跳得这么快 我们说尽管这个地方 出了大魏 是以耶稣基督他的故乡 但这并不能改变以利加拿 他自己的卑微和不同 我们起码在这个时候 还看不出他和神的领袖 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的问题还在那里 神的领袖在哪里 神要如何兴起他的领袖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描述这个以利加拿的家庭 说他有两个妻子 一个名叫哈拿 一个名叫匹尼拿 那这里说匹尼拿有孩子 而哈拿没有孩子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 特别在神秘纪当中呢 神曾经有这样的应许 他说你们若听这些典章 尊行 谨守尊行 耶华神必照着 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对你守约施子爱 说你们必蒙福胜过万民 你们没有不育的男人和不育的女人 连牲畜当中也没有不生育 那么这里就像一个笑话一样 说哈拿却无法生育 如果他没法生育 何来神的祝福 而且圣经当中还特别强调 是耶和华不时他生日 那么哈拿的名字很有意思 哈拿的名字是恩典 哈拿的名字是恩典 那么这个恩典又从何而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哈拿当时的困境和他的苦情 大家觉不觉得 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现状 以色列人 他们虽然称为神的选民 但在整个的世事时代 他们得不到上帝任何的祝福 因着他们的顽梗 他们的悖逆 这个国家已经沦为一个 非常衰败 非常败坏的国家 那么神给以色列的应许 在那个时候又在哪里 所以圣经当中很有趣 圣经告诉我们 不止哈拿一个人 还有几位妇人 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 那么每一个妇人呢 都会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 他们所生的孩子 在神的计划当中 都取到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 所生的儿子是以萨 那么萨拉开始也没有生育 那么他们的儿子以萨的妻子 利百加也不生育 那么后来生下了以嫂和雅各 雅各的名字就是以色列 那么雅各的妻子拉杰 是约瑟的母亲 开始也不能生育 但是约瑟成了以色列 在历史当中拯救全族人的 这样一个神兴起的领袖 如果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似乎就应当有所感悟了 以利加拿和哈拿 他们看似普通平常 但却预表神要使用他们 成就自己的旨意 成就自己的作为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眼光放远 我们去纵观人类的历史 就会发现领袖的危机 不止仅仅发生在三千年前的以色列 在很多年以后 同样有一个不生育的妇人 她名叫伊丽莎白 她蒙福的恩典 她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名叫约翰 那么以色列称她为施洗约翰 那么差不多就在同样的时间 有一个叫玛利亚的童女 在伊法塔地 就是在伯利恒 生了一个孩子 她给她起名叫耶稣 所以到这里 当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我们就应当去确信 上帝正在和已经回应了 当时以色列的领袖危机 但是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 是人所无法策断 换句话说 上帝随时在垂听着我们的呼求 上帝也在掌管 引领着我们的生命和整个的历史 但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计划 是人所无法策断的 那么正如哈拿 他做的祷告 在第二章第三节 撒木尔记 他说不要夸口 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口出狂妄的言语 以耶稣华是有知识的神 人的行为要被他衡量 所以第一点 当我们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 表面看起来是前路迷茫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神在这个历史当中 已经有了他的计划和他的预备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题目叫忍耐顺服的功课 那么这个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有什么关系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撒木尔记下 接下去的第一章 从第三节一直到二十八节 那我们看到 第一章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哈纳没有孩子 不能生育 而且我们也探讨过 神开始有他的计划了 但是我们看到怎么发生 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流行叫快餐文化 我们一切都要讲求节奏 我们要讲求效率 我们不要等待 我们要立竿见影 那甚至我们这些基督徒 有的时候都会受到这些世俗文化的影响 我们希望做事工叫历史的果效 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尽快的被回应 我们最为喜欢的就叫忍耐和等候 所以说在我们教会的初信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探讨一个题目 叫明白神的旨意 其实我觉得应该改个名准 叫等候神的旨意 更为恰当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已经确信 神的确要透着伊利加拿和哈拿 来成就他的旨意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怎样成就 那么经文第一章提起也说 年年都是如此 那换句话说 哈拿在很长时间依旧不能生育 尽管有她丈夫的关爱 但是她的对头就是她伊利加拿另一个妻子 在不断的讽刺她 不断的激怒她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们可以相信 哈拿一定在不断的去求告上帝 去求神 让她脱离这个苦境 但似乎没有什么回应 那么哈拿的苦境 或者哈拿她的祷告 没有在很短的时间被神去回应 那么哈拿这种生命的经历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服侍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神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需要我们操练一个性格 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请大家留意啊 这里说受苦的心智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基督徒对于受苦到底如何理解 那么圣经当中所说的受苦 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在圣经当中 其实我们所经历苦难 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面前 为我们拣选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有心智 去服侍神 要做一个神的仆人 既然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那我们就要预备着走一条受苦的路 所以受苦的路 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所经历的必经之路 那么在旧业当中的话 我们看到有个故事 那么大魏王 他有三个勇士 那么本来他跟大魏 可以过一个很好的日子 那么有一次 大魏为了要喝伯利恒城旁边井里的水 他们就冒险穿过敌人的银盘去打水 所以他们这个行为 是他们自己愿意做的 他们所受苦 所经历的一个患难 甚至可能会牺牲 是他们所愿意 所要拣选的 所以受苦的道路 是在我们神的面前 神为我们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预备 我们为了服侍神的缘故 我们要有甘心受苦的心智 换句话说 我们服侍神的人 就要走一条和这个世界普通人不同的道路 我并不是说大家现在必须要去 一定要去受苦 但是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预备 就是叫受苦的心智 换句话说 我们会经历 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人没有经历的事情 那么经历这种患难之后 我们的性格才会得到磨裂 我们说受苦 在这个地上 是耶稣基督必经的道路 那么我们每一个追随耶稣的人 这也是我们的必经的道路之一 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人 所要去预备的一个品格 所以当我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那么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事工就无法成就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服侍神 简单来说就是服侍人 那么服侍人 你一定要有牺牲 一定要有患难 那么对我们来说 服侍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的时候我们诚心的服侍 但是得不来应有的果效 我们愿意诚心的对待 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 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的却是讽刺 却是侮辱 却是绩效 所以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人的感情上 把这个服侍 只是当做一种普通的工作 那我们在服侍当中 你就会觉得是拦阻冲冲 所以我们如果缺少了一种受苦的心智 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很肤浅 那么一个侍奉主的人 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 我们就很难坚忍的追随神 去完成神的功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 给我们一个例子 有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叫以利 他是当时的大祭司 那么哈拿呢 在神的耶和华的殿中 不住的祷告 期望神垂听 那么以利呢 居然作为一个神的祭司 他分辨不出 一个人是敬前的祷告 还是喝醉酒之后的呼烟乱语 那么可见当时的以利这位领袖 他表面看起来他是服侍神的人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一个领袖的特质 他连这点属灵的敏感都没有 所以可见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的危机 有多么的严重 那么神很奇妙 当他知道了哈拿的苦情和请求之后 神借着他的口 为哈拿提供了确据 所以他说 你平平安的去吧 愿耶和华的神应允你所求的 但在那个时候 大家觉得以利他明白 或者他知道神怎么成就这个旨意吗 很显然他并不知道 那么今天的经文 接下来说 他们清早起来 在耶和华的面前去敬拜 就回去了 往他玛自己的家中 以利加纳和妻子哈拿同房 耶和华顾念哈拿 时候到了 哈拿就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木尔 说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然后呢 接下来 当他们到这个神的殿中还愿的时候 哈拿说 我主啊 这里我主指的是伊利 请容许我说 我向你 我的主起誓 从前你站在这里 祈求耶和华那个妇人 就是我 我祈求得到这孩子 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 所以我要将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 使他终身能够归耶和华 他就那里敬拜耶和华 那么这一段短短的经文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我们说哈拿 他在神的面前 他取下了这样的愿 他愿意将他 神给他这个宝贵的儿子 献给耶和华 终身服侍耶和华 另一方面 大家仔细想一下 哈拿作为一个母亲 很辛苦的有了这样一个孩子 但是他现在 他就要按照他所许的愿 将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 大家觉得从母亲这个角度来说 他的心中如何 所以圣经记录一个小小的细节 他说 要等这个孩子断了奶之后 他再把他献给神 我们这个当中 圣经没有任何的解释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理解 哈拿 有一些不舍 他希望这个孩子 留在他身边稍微长一点 但是最终 他还是把这个孩子献给了耶和华 他把萨姆尔留在了耶和华的殿中 在那里 终生的服侍耶和华 我们说故事到了这里 似乎是峰回落转 那么敬拜耶和华 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 似乎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 唯一正确的回应 所以 萨姆尔记 是一段历史 但是我们如果将他这个故事 仅仅当作记录历史的话 那就错了 所以萨姆尔记这卷书 更准确的描述 应该称之为传记 谁的传记 是萨姆尔的传记吗 是大卫的传记吗 都不是 这卷书反复的提醒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神的传记 这个故事自始至终 上帝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所以在整个萨姆尔记当中 他不单单的要提及 萨姆尔的品格 提到扫罗的失败 提到大卫的成功 更讲到上帝 在以色列人 他们重要的时刻 他所彰显出来的事故 所以萨姆尔记不单单是历史 更是神学 在萨姆尔记当中 我们不单要学到当中的历史教训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上帝的计划 如何成就在他百姓的历史当中 所以到了今天 我们每个人 都活在神的历史当中 神让我们经历这样一个大的疫情 在这个时候 我们表面看起来 我们似乎没有得到神足够的保守 但是丁兄姐妹 请我们确信 我们的神在掌管这个历史 我们在这个当中身处其中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 在历史当中的见证 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去见证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能力 而这个上帝的能力 是何等的难测 那么今天 当我们来到经文的最后一段 我们看到哈纳 她做了一个得胜的凯歌 是谁的得胜 上帝的得胜 那么哈纳这个祷告的话 我们看到很奇怪 她这个祷告非常难以理解 她不像一个女子 所个人的祷告 她更像是一个宣言 所以哈纳的祷告 把我们的目光 由她个人的生命 个人对神的经历 定精在我们的耶华神的身上 神在这里 借着这个祷告 问我们一个问题 你相信我吗 你愿意信靠我吗 那么弟兄姐妹 你信上帝 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的信是否只是 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部分 还是你生命当中 最根本的因素 你的生命只是说 因着你的信受一点点影响 还是会彻底的改变 引导你全部的生命 包括你的今生 包括你的来生 包括你的永生 所以哈纳的祷告 实际是一个伟大的预言 他宣告的是 人类整个的历史 所以哈纳的祷告当中 启示我们这样两个 关于神的特性 第一是神的大能 无可比拟 我们从经文上可以看到 哈纳祷告说 我的心耶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以你的救恩欢心 没有一位圣者像耶华 除你以外 没有别的 也没有磐石 向我们的神 我们说神的大能 是无可比拟的 这里反复说 没有任何一位 能够向我们的神 那么在圣经当中 反复的印证 我们这个神是独一的神 是一位满有大能的神 是一位根本无法比拟的神 那么在接下来的讲道当中 我们会再会回到这个主题 那么第二个 在他的祷告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神的大能 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换句话 神把一切都反过来 那么在这里 我们会出现一些疑问 为什么神要颠覆人的思想 颠覆我们的观念 颠覆我们行为的准则 为什么神总是 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 换句话说 为什么神总 为什么他的作为 永远超乎在人的作为之上 永远超乎在人的心思意念之上 那么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当中 我们人永远是高 高举自己的 我们这个我们就不用证明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肯定是高举神 高举人自己 而神 记着他的作为 就是要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那些凭人的力量 你永远无法测度 永远无法成就的事实 那么神正大能的成就 通常成就在什么人的身上 成就在一个软弱的 一个贫乏的 一个低位的人身上 那么当神借着这样的人 成就了他的大能之后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去否认这是神的作为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对不起 如果凡事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一切成就的事情 都由你来掌管 那么你还会去相信 这是神的作为吗 所以神才会在这个当中 兴起那些 你更认为根本不可能 那些软弱卑微的人 去成就他的大事 那么这样 唯一的结论 就是这是神的作为 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当中 有两句经文 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 他说神的创造 就是神大能的明正 他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写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向他写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但记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所谓的弟妹们 当我们能够去 通过神的创造 通过神在人的历史上 所一件又一件 所成就的大事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去相信 或者去拒绝 这位上帝的大能 那么今天的讲道 我们来到结尾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他们反复的在去求问 一个问题 谁是神的王 谁是那位受告者 谁是密赛亚 那么这是以色列人 到今天 就那些犹太人 他们还在苦苦追求的奥秘 那么在哈纳的祷告 很多年以后 很多年以后 有另一个女子 她的祷告 和哈纳很相似 那么她的祷告 这样说的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助为乐 因为她顾念 使你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因为那有权能的 为我做了大事 她的名是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绑壁施展大能 她感散心里妄想的狂妄人 她叫有权柄的师位 叫卑贱的身高 她叫饥饿的宝餐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而回 她扶助了她的仆人以色列 不忘记施怜悯 正如她对我们亚伯拉罕 祖先亚伯拉罕所说的 怜悯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直到永远 这个女子的名字叫玛利亚 她知道哈纳的祷告 和哈纳的盼望 但她更知道 神要在她身上做成就的旨意 要更丰树 生生 更伟大 因为她即将生的一个孩子 就是神所立的一位最伟大的君王 一位真正拥有权柄 真正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君王 那么这个君王的名字 就叫耶稣 感谢在美主 阿们